- 股市罗宾汉 大家好 欢迎来我们今天的股市罗宾汉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飞瓶 现场为您邀请到的是法案出身 最能掌握市场法的冲通向的罗宾汉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老师好 然后飞瓶好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来我们看今天台北股市表现如何 将款指数今天最高在16759点 最低也来到了16680点 收盘的时候涨了4点 4.82点将近5点 来到16745点 然后总值是2452亿元 今天又是一个下幅震荡的 这样的一个盘式 这样的一个走势 来 接下来到底我们怎么看待 这样的一个盘式 个股要怎么来操作 才能够跟着老师 还能会为我们成为股市当中的赢家 赶快请教我们的专家罗老师 今天整个盘面 其实看似沉闷 不过也可以堪称是有惊无险 因为我们知道说今天 其实将军指数 排这个盘中的高低点 大概只剩下70点不到了 是一个霞幅震荡 但是多数时间都是在盘下 但是在最尾盘的时候 终究它还是怎么样 它还是小涨了4点 而且因为今天怎么样 是开平拉了4点 所以今天怎么样 就日K线 它保住了怎么样 第七根红K棒的这样的一个宝座 算是七连红了 所以我说今天算是有惊无险 不过这个七连红 坦白讲意义也不大 为什么 因为今天高点不过多高 低点也没破多低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它就是一个霞幅震荡 对于短线上整个台股的一个走势 我想我讲的非常清楚 我说在昨天为止 尤其指数创下了16775的一个破弹新高之后 盘面上多数的人都告诉你 这个盘往上看万七了 又怎么样 我说我当然也乐观其成看万七 甚至看万八万九 我都希望了 对我写个希望了 对不对 可是你要去很客观的去思考 对 那到底这个盘有没有这个条件 在短线上面就直接上万七 因为我说过量很重要 对不对 你看昨天好不容易能够挤出个2700多亿 是 2400多亿 当然因为你今天震荡的过程量缩也未必是坏事 可是因为你量出不来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短线又已经累积了800点的一个情况之下 我说短线怎么样 它势必会进入震荡 对 好 那震荡也甚至于不排除 会在盘中 像今天你要盘中也一度跌了将近60点 有没有 对 像类似这样盘中拉回 甚至于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回的这样的一个几率 这样的一个风险 基本上都还是存在 所以我一直告诉各位 现在就一个稳健来看 因为我说我过去是研究员出身的 所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也希望它能够大涨 能够万七万八万九的这样喷 但是以目前来看我认为就还是一个轮动 它就是一个命运之轮的一个转动 所以特别是已经累积了800点的涨幅之后 我认为短线上面 它可能震幅也会越来越大 所以这一点尤其今天已经累积第七根红棒了 有没有 明天又来了 又到了第八天的第八日的一个转折 是不是又加上礼拜五 所以会不会震荡的幅度会加大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都要特别的留意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说过盘面它轮动的速度就会很快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你操作上面 你的方法错了 尤其节奏乱的套了 我说做对做错会差很多 我举个例子 升级股 当然今天升级股应该没人讲 为什么 今天跌 跌的股票谁会讲呢 大家都很聪明 可是你回想一下 今天没人讲 可是礼拜二早上有没有一大堆人讲 专家权威 几乎盘中的一些财经节目 一些连线的一个专家 我说十个至少有八个都在告诉你 升级股有多棒 有多棒 有没有 逼得你好像不买都觉得对不起自己 对不对 结果那个时候你去买买看 到今天你解套了 我们就说以当时的领头养 4162的志情为例 4162的志情 当时礼拜二的早盘 它创下了122.5的 一个破断的一个新高 你知道今天收盘多少 今天收盘剩111 两天的时间 如果你去买那天最高点 两天时间你已经一万多 一张就一万多不见了 你买个十张十几万不见了 对不对 你说升级股不好吗 什么会升级股不好 升级股不好 当时我为什么要告诉各位 你要趁逢低的时候 趁它还没有喷出的时候 你要逢低不及 当时我还告诉你 资金已经从法人 法人的资金已经开始 悄悄的在进驻升级股 我说当时还有投资人 跟我反应说 没气你跟我说这进驻 我怎么都看不出来 我等到你看得出来 就来不及了 9月10日已经开始喷了 对不对 那我也说过 我举个例子 我说法人的资金 就像航空母舰 它不是小快艇 不是方向盘一转 它就转过来了 它一个大船要转 至少怎么样 你花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能够转一个方向 所以法人的资金一样 所以你不要想说 它怎么 它在转移资金的时候 你看不出来 等你看出来 我说它就已经喷出了 所以你看 当时你逢低布局的 纵使说这两天拉回 你只要买在低档 你说同样是资金 其他生计股也一样 你会赔钱吗 不会 但是如果你追在高档的 你不管后面 还会不会再大涨 你现在短线就套在这里 没错 对不对 这个就是生计 我说过 在涨的时候 你不要去追 好 但是怎么样 但是低档拉回来 像这两天拉回来 又没人讲 我告诉各位 你反而又可以留意 它的一个切入点 当然讲到逢低 拉回的时候 要留意切入点的话 我相信我在昨天 我在节目里面 特别跟大家叮咛了 一个族群 叫做什么 叫做功率放大器 PA的一个族群 有没有 我想昨天 我讲得非常清楚 我说PA功率放大器 它已经开始筹码 很明显的转强了 同样 就电子股里面 它的资金 也很明显有资金进驻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对 对不对 那你看今天来 我们就举例 8086宏杰克 我这样说好了 早盘开盘 盘下 122.5 有没有 有 到9点半之前 都在盘下 对 你要怎么买 怎么买 也没人跟你抢 反正盘下的股票 你要买多少 有多少 对 买的低 买的到 买的多 有没有 有 收盘涨将近7% 涨了6%多 你今天买在盘下 不要说你买在最低点 我让你买在平盘 好不好 好哦 今天涨了6块半 一张就赚6500 哇 你买个10张 这样 你如果买个10张的话 今天就赚了6万5了 对不对 所以 你看 同样一档股票 是 你逢低买 你是不是怎么样 你的利润就最大 而且风险低 对啊 同样的还有谁 你讲到功率放大 还有谁 3105的稳帽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也 开盘半个钟头 都在平盘附近 一样 让你买平盘 好了 当然 他的今天的一个涨幅 没有像刚刚的 红结科大了 但至少他也 去2% 你买在平盘 涨2% 你也是贪2% 你会赔钱吗 对不对 还有2455的全新 今天也是一样 多数的时间 早盘 甚至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都在盘下 人家也是收红 你买在盘下收红 买在平盘好了 收红 你还是赚钱 是啊 我说现阶段的一个操作 你就是买低机棋以外 你要怎么样 你要趁着拉回 甚至于股价还没有发动的时候 你再来做一个布局 而不是当全市场都告诉你 这档股票有多好 有多好的时候 你再来追 对不对 同样的一个情况 我想近期 我们一直告诉各位 我们目前正在布局的最新的两标的 叫做什么 叫做私房标股 对哦 对不对 我说私房标股 这是原本要规划给会员 会员的 对不对 那这个私房标股 我说过 它有几个题材 第一个 就是它有几个 应该讲 它的一个优势 对 第一个就是它低机器 对不对 机器低 不要说什么 风险低 是 成本低 对 你买的低 买的到 买的多 那未来一旦发动 怎么样 你能够赚得多 赚得快 而且一定赚得多 对不对 好 这是低机器的一个好处 我不用多讲 另外 筹码优 我说过 如果说低机器 结果筹码不优 那也是不好 对不对 筹码不优就不会去 对不对 所以 它的一个筹码很明显 也是整个盘面有进驻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那除了筹码优 低机器以外 最重要的 它的题材 怎么样 题材是最新的 好 我可以这么告诉各位 除了 AI 应该讲 GAI GAI IC设计 继车用之后 这个题材 目前是市场所认同 最新的一个题材 那到底是什么题材 我这边稍微卖个关子 因为我一讲 可能很多人就知道了 那可能就 资产股票 大概就呼之欲出了 那我们还在布局阶段 那结果你就把筹码又打乱了 全市场 各路人马都来了 那筹码又打乱了 那就对各位对我们都不是好事 所以我这里稍稍的卖个关子 好 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什么 你看这张股票 我们的私房标股 前面两天 我这个至少今天讲第三天了 至少我讲三天 有了有了 前面两天 今天礼拜四 是 礼拜三礼拜二 有没有躺在那边 有 怎么躺在那边 躺在盘下 对不对 好好买 对啊 你买的低 买的到买的多 而且没人跟你抢 你的风险成本都低 有没有 那你看今天 今天小小的征温 征温多少 征温4.8% 4.8%叫小小的征温吗 当然是小小的征温 因为老朋友都知道 听我的节目这么久了 你应该都很清楚 我帮各位所规划 尤其是帮会员所规划的 这种私房标股 随随便便 都有上涨五成一倍的实力 是啊 对不对 我说过 只会涨一天 两天 只会涨个10% 20% 我说这样的一个股价 对这样的股票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但如果说未来 它有大涨五成一倍的空间的 有这样的一个实力的 这样的一个股票 今天才小小的征温5% 对 当然是小小啊 跟未来的空间比较起来 那算是小物件大物 所以这个只是告诉各位什么 这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看的方向是对的 对不对 因为今天大盘不好 它还能够涨了5% 就代表市场上也有另一股 所谓的聪明的资金 它也看上它的优势了 所以趁着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还没有喷嚷之前 它已经开始在做布局了 那为什么要布局这样的股票 除了我刚刚告诉各位的 GCD 筹码优 题材新以外 我再告诉各位 它的大客户 已经开始在做拉货了 要进入到所谓的拉货潮 拉货潮叫什么 拉货潮换一个角度 叫做未来怎么样 未来的业绩要爆发了 还要拉货业绩 难道不会爆发吗 出货会增加 出货会增加 营收会不会增加 会啊 还有是新的一个题材 毛利高不高 高啊 营收高 毛利高 聪明的各位 货力高不高 高 货能高啊 高到什么程度 我说了 他今年预估了 他的EPS 大概六块起跳 那我们就算六块好了 记不记得我告诉各位 他的股价是多少 介于50到100 而且距离100怎么样 好远啊 换句话说 他的本益比 他的PE 他的本益比 是不是就是十来倍 对 那不用多什么 我说现在再怎么样 他是一个 对多头有利的一个环境 对不对 你至少你说十倍的本益比 就太委屈了吧 对 我们不要讲说 二十倍本益比 那么的一个 那么的乐观了 但至少十五倍算合情合理了 是 如果现在是十来倍 未来有机会能够到十五倍 你自己算一下 这样 最期限制50% 我让你掐头去 我再打折 是不是 至少上档的空间 还值得 还相当值得期待 对不对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你看 现在已经开始在征温了 所以你一定要趁着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现在没有人在讲 等到它开始喷出去 你就看着好了 大家一定又来了 哇 这支拐好 都拐好 只是那个时候 就如同松露 已经不在山上了 已经在菜市场了 你要花大把的钞票 才能吃到松露的美味了 好 所以后天我们们到底 接下来要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的布局 好的股票 在对的时间点 进场的布局 好的股票 跟着老师转播 对啊好行情呢 千万不要错过 待会回来 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嘿 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亲爱的老朋友 我们的专家 罗宾老师 带带进场布局的好股票 一档接着一档 近期跟大家分享到的 就是我们的私房标股 本来这档股票 是会员独享的 但是我们特别特别拿出来 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 广播的天文 我们一起来分享 听众朋友们 这档股票题材新 而且筹码相当相当的优秀 而且大贺户正处于怎么样 拉货潮当中 近年预估这个EPS是6块钱左右 贬一笔相对低 10来倍左右 所有听众朋友们 想要拥有这档股票吗 不要忘记 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频道 所有听众朋友们 在对的时间点 用对方法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就能够有机会 赚波段好行情 什么叫做对的方法 就是走在故事的前面 老师说 要趁我们的私房标股 还没有大涨 还没有大喷的时候 就跟着老师 进场来布局 走在故事的前面 等到大家都在讲的时候 代表他已经怎么样 他已经涨上来了 这个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已经赚到第一波的 这样一个获利了 可以准备利用 分段操作的方式 来赚第二波 所有听众朋友们 想知道 到底接下来该怎么样 跟锦老师的脚步 来布局我们的私房标股吗 节目最后的广告 记得一定要跟我们联络上 加入老师LiteIt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希望不要走开 我们马上回来 各位9898人 以及9215台 为大家所进行的节目 是股市罗宾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文 邀请到我们的专家 前奥师罗宾老师 来到我们的现场 还没有跟上我们 私房标股的 我们今天还有机会 节目最后 一定要加入老师LiteIt 怎么样加入呢 节目的广告当中 记得一定要锁定 还是要再有新的歌曲 甜妞所带的 这首好听的歌 轻快的歌曲 我骑了一部单车 马上就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不要走开 不要骑着单车 快快乐乐唱这歌 快快乐乐和那白鱼 一起上车 欢迎来就回到 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 废评文 你要请到 是我们的专家 小说罗老师 继续回来了 所以又听我们 接下来怎么样 跟着老师进场的布局 好的股票 在对的时间点 买进对的股票 然后就能够赚 波段好行情了 老师 我想刚刚我们也讲到了 今天 即便日K线 勉强地拉出 第七根的红棒 第七根 七连红棒 但是意义不大 因为第一个没量 第二个高不过高 低未破低 换句话说 其实今天就是整理 就是盘整 对不对 那我说短线上 已经涨了八百多 已经大概涨了 整整八百点 八百多点 正好整整八百点 那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在没有量 又面临到压力区的情况之下 你量不能补上来 我认为 短时间之内 可能整理 在所难免 甚至于你已经涨了 八百点的情况之下 也不排除 有拉回的 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 所以我说过盘面 它必然就是轮动 那在轮动的过程里面 我说节奏的掌握 我一再强调 节奏的掌握 你一定要非常地一个精准 我们刚刚也举了什么 我们刚刚举了像升级股 对不对 今天没有人在讲升级股 为什么 前面讲的全部都套牢了 对 对不对 前天不是一大堆人讲吗 对 或者不敢讲 全部都套在那边怎么讲 但是如果说你按照 我们帮大家所规划的 在发动钱 在喷出钱 你就先不举的话 至少到 就算两天拉回 你也没有赔到钱 对了 对不对 其他的 昨天提醒你的PA 你看今天早盘多好买 盘下让你买 今天至少 你看 红杰科都涨了至少6% 对 马上就是最大的赢价 逢低买 好的股票 你当然就能够赚钱 对不对 包含我们的私房标股 刚刚我也告诉各位了 这张股票的优势 除了说 它的基奇低筹码优以外 它的题材又是最新的 对不对 除了IC设计 除了AI 除了车用以外 最新的题材大概就是它 就是它 加上整个大客户 开始要进入到所谓的拉货潮 代表接下来 至少几个季度的时间 它的一个业绩都会出现大喷发 如果业绩会大喷发 又是一个新的趋势 新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题材的话 毛利必然是增加的 对 在这种情况下 营收增加 毛利增加 那很显然 获利怎么样 获利也会大跳升 那如果获利大跳升 我只问各位 股价有什么理由不着 所以我们刚讲的 今年预估了 至少六块钱起跳的EPS 以目前来看的话 它的本益比 也不过就是十来倍 那我说过 以现阶段 你自己去看看 其他跟它类似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有多少 那不要说二十倍了 十五倍就好了 十五倍 现在十来倍 你看它的上档空间 有多大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股票 你是要等到 它已经喷了 二十趴三十趴 然后全市场都在讲 还有多好 现在现在没人讲 对 但是你要等到 大家都来讲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当开始讲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 因为我说过 多数的 你听那么多节目 难道你不知道吗 多数的一些 财经专家 专家权威 他所告诉你 就是今天盘面上 大涨的股票 为什么 安全嘛 讲这些一定安全嘛 正在涨的股票 我一定不会错啊 万一我介绍你还没有涨 到时候没去 我很落差的 对啊 对不对 所以我当然讲 目前正在涨的股票 很安全 但是我说过 对他们安全 对你安全嘛 对不对 对他们很安全 对你来讲 你要去追在高点吗 你的风险高 你的成本高 对你一点都不安全 是 所以对你没有意义 所以我宁可 我说过 我常常会做一些 怎么样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可是我为什么会坚持做 因为对你们才有帮助 对 所以我也知道 讲这些 还没有涨的股票 你们大家都在 眼睁睁地看着我 看你有尊 看你有尊 对吧 但是我认为 就是这样对你才有帮助 对不对 所以这一档 我们最新锁定的 原本要规划给会员 要留给会员的 这一档私房标股 是 我体谅各位 好 因为我知道现在 真的选股非常不容易 对啊 而且节奏的掌握 那更是 更非 简单的一个事情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说你现阶段 你真的不晓得该怎么样的选股 甚至于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能够切入的话 这一档原本要留给会员的 这一档私房标股 今天怎么样 我特别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最重要的叮咛是什么 像这样的 未来有大空间的股票 你不是等它涨上去了 再跟全市场一起来追 而是趁它还没有发动之前 你就要先能够跟上 好 那怎么样能够拿到这档股票 一样 在我们股说明汉 LINE AT的官方账号 打上加1 在对话视窗 打加1 就可以把它带回去 还没有加入我们股市卧面 和LINE AT官方账号的 等一下废评节目里面 会告诉各位ID 加入以后 记得还是要打加1 才能够拿到这档股票 好 来听我们想要拥有 我们的私房标股 XXXX这档股票吗 不要忘记了 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 AT 记得对话框要打加1 行动不忙行动 赶快加入 怎么样加入 在广告当中告诉您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聪明的投资朋友们 跟着我们的专家 龙斌老师的脚步 进场来布局好的股票 而且走在故事的前面 就有机会能够赚 波段好行情 老师敬请跟大家分享 会员独享的这档 私房标股 题材心 筹码优 而且大客户正处于拉货潮 而且今年预估EPS是6块钱 本益比相对低 10来倍左右 所以听我们 想要拥有这档好股票吗 还没有拥有的好朋友们 不要忘记了 今天赶快加入 老师的LINE AT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在对话框当中 留言加1 就可以把我们这档股票 带回去 欢迎听我们 赶快加入老师的LINE AT 小老鼠RBH888 小老鼠RBH888 记得在对话框当中 留言加1 就可以把我们的私房标股 带回去咯 欢迎听我们 赶快 如果你已经有老师LINE AT 还不会加入 好朋友们 您可以打电话进来 023659333 023659333 我们的服务员会 亲切的教您 怎么样一步一步 把老师LINE AT 加到你的手机当中 小老鼠RBH888 0223659333 欢迎听我们 赶快加入 就是现在 准备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